第十一集 方家拍的爵士樂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賽馬暴龍的環節 又是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中 我會和大家 就好像一個暴龍機 用旁邊的一部 裏面有個堅仔 希望觸中了一些曾經你做過筆記的馬匹 在堅仔賽馬APP上都有很詳盡的分析 幫大家記下一些馬 還未訂閱我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在右邊按個四星龍珠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事不宜遲 立即帶大家看看第八場三班千二米 方仔有這筆盡著事 上次我也介紹過 紅色點點就是我做了筆記的部分 其實我也有說到在這個59分的水平 其實側身馬評分未盡 它五水還有上升空間 用陳家熙也不算發揮很好 上次走位有點差略 因為見到陳家熙進到直路 藍色山這筆 你會見到它有點手忙腳亂 隻馬一路被它打左手邊 進到最後一路打左手邊 一路撞過去 結果終點前 它又要用左手抽一條薑繩 令到隻馬不要耐閃走出來 結果終點前 就被裡面穿上來的一筆變數 贏了它而僅僅追不過 我覺得輸得有點不值得 所以今次升一班 揹輕都11磅 但用的師傅就變成蔡明少 蔡明少 騎弓雖然不算特別出眾 不過它僵成相當之好 所以這匹馬 這次大家也可以再留意 對手又不算很強 這次只要沿途守住二疊的山位 進到直路 思蘭 我想蔡明少 會知道在哪些位置衝 大家 和臨場因為升了班關 我相信都會有些賠率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還有這個賽馬報告 和蔡馬三圍報道 晚一點有瞬間看獨贏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晚一點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蔡馬報龍 拜拜